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面市场到底会怎么走 我们也在上周五节目当中跟嘉宾做了探讨 有没有增长资金 后续还会有增长资金翻起来吗 指数会不会由于增长资金的介入加速 整个原来机构维持的比较好的这种存量的 这个科技消费医药三条线的这种 这个绣花针的这种花活 还能不能维持下去 会不会被增长资金打破 今天我们看市场的表现 似乎我们考虑的有点多 市场维持的非常稳定 指数也没有加速 结构也没有被打破 而今天很平衡 指数的角度 有券商在维持着指数的这么一个高度 那么在热点的热度角度 三条主线里边 沉寂已久的科技 尤其是科技当中 比较带人气的这个半导体 芯片这一块 撑起了市场的热度 很平衡 你看各司其指 对不对 虽然说美中不足 最后到尾盘的时候 有一点回路 但是我们要想 这到底是 你看这毕竟 像半导体这块 也科技这块调整了许久 人家刚一出场 是不是只是热身 后面还有好戏 还是说这么玩 市场不认可 到底怎么回事 咱们一会儿跟沈存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 接下来一起来简单地回顾一下 今天大盘的表现情况 首先一起来关注盘面细节 今天的市场 三大指数收盘是涨跌不一 创业板指更是在盘中 创出了2358点的新高 也是四年半以来的新高 我们在盘中也可以发现 今天的户指在盘中 也是创出了2983点的新高 逐渐接近了3000点的压力区域 那么从热点上来看 券商股今天冲高回落 在午后拖累了指数的表现 而科技股集中在 有业绩支撑的半导体 化工和封装 安吉科技今天是上涨了20% 高价格的芯片类个股部分走强 疫情板块热点集中在头部个股 像达安基因等检测类个股 今天走势也比较强势 那么除此之外 像云服务5G板块 和新能源汽车等板块 均有个股的表现 截止收盘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上证指数是下跌了0.08% 深圳城市上涨了0.29% 中小板指的涨幅是0.72% 创业板指是上涨了1.01个百分点 恒生指数是下跌了0.54% 再来关注一下北向资金的情况 今天全天北向资金净流入 是21.8亿亿元 再来看一下涨跌加速方面的情况 今天两市合计上涨加速 是1746加 下跌是1933加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大盘的收盘情况 接下来时间交给大维 好的 那么大家注意到了 刚才我介绍沈纯的时候 这个抬头已经变成特邀嘉宾了 沈纯是离开了原有工作的券商 准备转战私募 马上后面就准备新产品要发行 这个也预祝你一切顺利 当然我们也觉得 你肯定是做好了下场的准备 这要下场直接去战斗去了 那现在想必你看市场的思路 这个细化程度 可能跟之前都会有提升 我们来感受一下 你对于这个上周五创业板新高之后 今天这一天表现你如何看待 我觉得今天从指数层面来说 我觉得依然还是比较强 市场在短期来说 趋势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我觉得也不能轻易的这个地方看调整 单单从指数层面来说 我们说几个指数 大的指数上阵 创业板和上阵50 从目前来看 无疑最强的这个标杆的指数 就是创业板 创业板当中带标杆的就是创50 所以在这两个指数 没有明显的走弱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不要轻易的去看空 这是第一点 但是在这个资金的层面来说 我觉得短期来说要注意一个 我觉得可能会触发 未来可能出现调整的一个信号 就是最近的这个杠杆的 这个资金的一个加仓的速度 会比较快 尤其我们看到两楼的余额 它的斜率原先可能是 30度角的上涨 这两天可能是连续的 我们看到每天从100亿的增加 到每天200亿的开始往上增加 就这个斜率发生了一定的一个变化 那么杠杆资金在跑步进场的时候 如果按照以前的规律来看 如果这个地方指数是滞涨的 杠杆资金是加仓的 无疑接下来肯定大概率是要调整的 但是现在好在是指数同步跟上了 这个杠杆资金增速的一个涨幅 也是一起涨 所以目前来说还看不出 有这个调整迹象 但是要注意一点 就是刚刚资金开始加仓了 这个地方 如果未来指数这个地方出现滞涨 那么小心 这个地方可能会随时随地会出现调整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波动 还是说趋势的扭转 我觉得是短期的一次震荡 应该说短期的一次震荡 因为目前来说资金面也好 政策面也好 都看不出可能会出现一次比较 就是说你说的一次一个趋势上的一调整 目前看不出 但是会可能会出现一次比较大的一次震荡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电视机前有很多朋友就等这个震荡 等好久 不一定大家听到这事会对我多害怕 现在这个市场环境 好 这个沈存认为大趋势上 这个包括市场结构上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只是有可能会由于杠杆资金的这么一个加速 引发一个节奏上的一个变化 这个大家注意 好 那我再问一下 这个可能影响到市场趋势的一个核心点 就是说在资金层面 越到越底大家会越关注这一块 今天这个有那个央行LPR的这个询价 那询价的结果上来看的话呢 利率没有像市场的之前偏乐观的人预期的一样 有一定的下降变化 维持不变 那我们看到这个随着月末的临近的话 这个Shaber的利率呢 其实最近也是这个抬的比较高 不管是一天的一周的 一个月的三个月的都是这样 那沈存对于资金面这一块怎么看 我觉得资金面来说 这个本身这个月末的资金的紧张 相应是在大家的预期之中的 另外就是从整个的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说 我们看到了这个资金的这个紧张的一个状况 但其实市场当中我认为是不缺钱的 流动性也保持得很好 为什么我们看到这几个月 就最近的这个尤其是六月份 最近的这个日光的这个ETF也好 或者说是公务的基金也好 越来越多了 就大就这个说明什么 就说明这个很多的这个场外的资金 其实是在慢慢的在开始进场了 就是因为公务资金有很多是老百姓 包括是这个储蓄资金的这个钱 然后往这里面配的 所以最近我们看到100亿200亿300亿的资金 300亿的基金也一天也可以完全的这个卖完 所以我觉得市场当中应该说是不缺流动性 但是这个现在的这个月底的这个流动性呢 会对市场会有一定的影响 影响在这个地方出现持续性的拉伸 一般在月末出现的可能性比较小 5月份 4月份 包括3月份 连前面的连续三个月都是调整的 所以这次的6月份已经是出乎大家的意料 已经走的是很强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目前来说不要去轻易的 还是不要去轻易的去说 这个地方就会出现明显的一次大的调整 震荡会有 但是我还是认为 就是说这个资金上可能也是出现波动的一个 而不会是改变趋势的 就是资金的这么一个趋势性的这么一个支撑 它是没有变化 只是在阶段性的 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一些资金的态度 你之前我记得和这个很多的游资 这个资金有一定的这个交流 我想问一下 他们是否会是市场当中比较在意资金价格的一股资金 我觉得他们对资金的价格应该还好 他们更多的在意的是市场的整个的情绪 就是市场的赚钱效应 或者市场的整体的一个情绪 他们更加的这个关注 但是对于6月份的行情 尤其是下旬的行情 我觉得市场当中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就是原先可能说是5月份或者到6月的中上旬 更多的可能是这个阶段 更多的是这个游资主导的活跃性的一个市场 我们看到一些空间的一些个股 连板的个股有很多 但是到了6月下旬开始 这些现象已经开始逐渐的减少了 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 现在更多的是由机构开始主导这个市场 最近的整个的一方面 我前面说到这个基金的这个发行 包括到整个的一个机构的一个资金的换仓 都是在一个持续的过程当中 包括大家对于接下来7月份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关注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机构主导的一个市场 好 那我们再把视角拓开一点 再看得远一点 我们引出一条这个周末大家探讨比较多的新闻 就是关于上交所修订护制编制方案 我们这做了一张PPT 我们请导播放在这 大家如果还没阅读的可以看一下 那我直接问一下沈淳 这个动作我们先说从政策意图的角度来讲 怎么去理解 或者我们说怎么去揣测 你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从中长期来说 我们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说 我认为肯定是利好整个市场的 因为最简单就是做的一系列动作 肯定是希望指数能够反映现在市场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现在的这个户指和十年前的户指的这个位置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 所以未来有改变肯定就是希望 无非就是改变 一个是往好的方向改变 一个是往坏的方向改变 从现在来看基本上各方面的意图肯定是往好的方向去改变 所以有改变就意味着未来指数是有一定的这个机会的 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对于指数的这个权重部分的未来的整个的一个 现在是微调也好 或者说未来整个的一些可能后面还会有一些动作 这个都是希望这个我觉得指数往上面走了之后 因为指数走得越好 相对来说很多的一些场外的资金很多都是看着这个指数来做的 比如说现在是3000点的指数 能够吸引到多少的场外资金 如果现在这个指数如果是在4000点 如果是在5000点 对 那么场外的资金会源源不断的进来 这样的速度也正是我觉得是管理层 或者说是这个这个更多人希望看到的一个现象 对你别说这个我们现在说说不看指数 就是专门操作 我估计你要是下场这个去直接做的话 做私募的话 你可能在面对现在市场外 你也不一定特别看指数 但是这是你作为你们专业这一类朋友 所以攒户朋友我了解到 包括现在电视机前各位朋友 还是会去探讨指数的 哎呦还在3000点下面呢 这快到3000点了赶紧卖吧 这个一万次上下了到这个地方卖绝对没错 还在看这个东西 那好那沈诚刚才说了 你不是在意这东西吗 我让这个东西真实的反映市场情况 对 再上去的时候 那还真别说 真有一部分朋友可能会觉得不一样了 对 其实你说一不一样 我们可能早就具备了这样的潜力 早就也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了 只不过现在的指数没有反应 对不对 我刚才沈纯这个对于这个政策意图的揣测 也这个分析的比较全面了 可能他说的这个比较委婉 我就再说说我的理解啊 刚才说希望怎么样 希望怎么样 究竟会怎么样 我们后面再说 是不是能这个指数 这个重新编转了之后 能够涨到多少 后面再说 但是至少希望 他才看这个东西了 说明他关注这个东西了 这对于我们在市场当中的人 应该是值得高兴 是 是吧 好 那这个我们再来说 这个另外一条这个重要消息 就是时隔五个月之后 科技类的这个ETF再次获批 其实真正获批 我记得应该是在6月8号 其实就有一只这个获批了 只不过今天报道出来了 对 再结合今天科技的表现比较好 很多朋友说了 科技也是像这个软件这种调整 已经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了 对吧 一直在轮流调整 那是不是下半年就快到了 下半年这科技还会是主导 你怎么看 我觉得科技首先第一点 看好科技的原因 更多的是整个的一个经济周期 我觉得应该是第四波的 这个科技的经济周期已经来了 应该是从2019年就已经开始了 这次是由5G所引领的 第四波的这个科技潮 就之前最早的一波 我们知道是90年开始的 到这个00年 然后是02年到08 08年 然后我们再看到 在最近的一波就是2013 14年 然后到了2018年 所以接下来我认为是第四波 整个的5G所带来的一个 可以说是万无互联的 一无联网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是首先第一个科技股的机会 是由整个经济周期来决定的 第二个就是科技股 确实我们看到最近的创业板的走势也好 包括科创板的一些走势也好 都预示着未来的这个科技所领领的 尤其其中的一些核心的头部公司 不断地在创出历史新高 这也是意味着整个的科技板块 它的一个空间在被不断地在打开 所以我觉得这是科技股能够持续上涨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因素 至于ETF这个短期的这个 就是我们说这个成立或者货批也好 我觉得更多的是刺激短期的一个走势 但是中期的还是跟整个的这个基本面有落大的关系 那当然什么是本 什么是末咱要分清楚 对对 刚才你说那些东西才是本 至于说让这个ETF资金什么时候多留一点 什么时候少留一点 只是加强这么一个趋势 或者是冷静冷静 是 这么一个意图 但是话说回来什么 这节奏控制很好啊 这科技这你刚才我们刚说完 这调了这个有两三个月了 对不对 就是让你冷静两三个月 看着市场好像挺冷静了 我感觉这是我们的理解 不知道中间是不是有关联 这是有一种管理的这么一个 或者是 预期管理 就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吗 对我觉得也有 就是市场 我觉得包括这次整个市场的反弹的一个节奏来看 我觉得其实也是很明显 我觉得其实走的都都很好 控制很好 就让它小步的慢涨 但是小步的慢涨 不并不影响市场整体的这个操作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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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奏 我们看到各股的机会 包括板块的机会 行业的机会层出不穷 所以我们其实反倒是在这个问题当中 希望指出这个地方能走的慢一点 是 操作性的机会能够多一点 是 那刚才我们所有后面聊的这些 都是说这个一个市场的良好的环境 但是呢 就像沈春说 什么是本 什么什么 本还是说你的经济是不是这个发展 有增长点 有这个亮点 对不对 行业是不是有看点 这是我们操作当中的重点吧 一会儿再跟沈春聊 指出我们再来请出技术类嘉宾 今天请到的是张科 听一听他的看法 张科你好 你好主持人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我对于大盘中长期的开发 然后再说一下近期 我对于大盘的观点 一 大盘中长期观点 二至五年 护制目标5400点以上 分析理由如图一 上升指数月线图 把历史相对的低点高点 用PE标注后 画出一个PE的波动曲线图 我相信大家都能找到 护制中长期的波动规律 当护制PE占15倍以下时 具备中长期的投资性 而目前护制PE只有12.75倍 按PE的波动规律看 护制长期看到 20倍自25倍PE是大概率 按此计算 护制二至五年看到 5400点是相对容易的 二 对于近期大盘的观点 上行空间相对有限 随时容易迎回调 分析理由如图二 上升指数的120分K线图 周一上午采生了120分 九转概率的九 容易迎逆转回调 通过我的斧图指标 大家也能清晰的看到 护制上攻到2980点以上时 斧图指标采生了 绿线打红线上方 进入120分的风险区 那么也容易迎回调 股市有风险 入市虚几慎 以上就是我对于大盘的观点 主持人 嗯 掌克立了一面大旗 两到五年的大旗 在遥远的方向等着我们呢 当然更多的还是看看短期 他也表达了观点 那我们下面再来请出王健 这个要进入短线风口了 他对于市场什么看法 想要交流的朋友 可以扫把屏幕下来二位吗 来 立足实战适合散户 大家好 我是王健 咱们今天的这个市场 在周末消息面的影响之下 市场冲高 市场回落 这个回落很多人担心 但是别害怕 这样的一个回落 是后续行情展开之前的 一个正常的洗盘调整 对于市场行情 市场的消息 已经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咱们来看一下 周末的这个消息 商交所发布公告称 自7月22号起 修订上证综合指数的编制方案 这个消息我相信 你们每个人都看到了 里面的具体内容并不复杂 但是它的解读和深层次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看 调出ST股 它的真实意思是什么 基本面差的 量价走势持续偏弱的 这一类股票 不能乱玩了 以时间换空间 你想等回来 在接下来 在这一类的股票上 它有可能 从量价走势的持续偏弱 没有机构去问经 然后变成ST 到后面 慢慢的慢慢的 就有可能退市了 连上证宗旨的成分 都不要它们了 各位想想看 这一类股票的风险呢 所以这给指明了 第一个方向 这一类小心 还有一个 调入科创版 科技类是当下和未来的 重要发展方向 这个不用我说 但是成长股 会持续受到市场关注和追捧 才是更主要的 对于消费股 它是确定性这三个字 对于科技股 它是成长性这三个字 所以调入科创版 再加上7月份 马上半年报就要来了 各位想想看 市场接下来的风格 会是确定性 还是成长性 这样的一个思路 也给指明了方向 所以不要怕 今天的调整 方向就在这 方向看清楚了 回避一类 拥抱一类 然后再看细节 时隔近五个月 科技主题ETF重新获批 这个很简单 带来增量资金 兵马微动 两草先行 这样的一个科技股的炒作 你需要有钱来堆动 那么有钱 后面的行情就更精彩 然后再让我们细化一下 上证宗旨 行业市值分布 这是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 纳斯达克指数 行业市值分布 这是他们现在这样一个情况 信息技术 你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比例 再看看它这样一个比例 接下来的这个发展的大方向 是有迹可循的 所以这也是它的一个前景 慢慢都会落实 然后再看 优质科技产业链 注意更关键的是 第一位两个字 这是今天 大家扫描二维码 我们要跟大家去地区聊聊的 首先在这个大的产业链的 在这个方向上25加 然后细分从核心企业供应商中 再找出13加 然后符合均线趋势扭转方法的 再找13加 而且不仅跟大家聊聊这三加 也来聊一聊这个均线的趋势扭转方法 怎么去看 我们来去看一下 大家发明二维码 也会看到具体的内容 首先从这样一个案例逻辑来看 中芯国际的这样的一个 快速的过会 这个时间看看很快 然后中芯国际很快过 然后它的这个价格走势上涨 安基科技相关的受到带动 中芯国际科创版 IBO闪电国会带来的影响 但是这个东西人人都能看得到 我们要看它是这个点 安基科技之前的走势 成交量很低一米 价格走势在红色的这条 21天均线之下 这样的一个走势 如何能提前看清楚 它短期的这个趋势 在这里有没有扭转呢 看我这张图 这就是这个方法了 首先这是60分钟刻线图 然后黑蓝红分别是 53 21三条均线 注意这个细节 当股价快速突破21均线 而且注意5和13均线 也要突破21均线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趋势的扭转信号 就很明显了 你看这里 股价突破 5均线是突破了 但是13均线没有突破 这就要小心 这个方法 你要不要去学习一下 反面二维码 我们有更多的具体的案例交流 然后看这样一个内容 中芯国际产业链 那这个呢 是首先它出现了趋势扭转信号 而且它回踩还确认 而且它的走势还没有涨得很多 这就是有潜力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聊的 名单中的相关的一些举例 还有这个 长江存储 这个内容不复杂 我就不展开念了 很多相关的内容 这个题材 长江存储产业链 更往下看 这样的一个教学的这个案例 看看 收敛三角形 然后不仅是选择了放量突破 而且在这里出现了趋势扭转的信号 看这个细节 趋势扭转的信号 所以这就有意思了 光有产业链逻辑不行 还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号给你 这样的一个机会 才是我们作为个人交易者 在时政中 应该是去了解的点 所以时机时机 要有时间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就是时机了 所以优质科技产业链 要找相对低位的 然后产业链20多家 核心供应商是参加 然后各位 我们今天想聊的是 均线趋势扭转 符合这样一个方法的参加 大家扫描为码 我们具体来聊一聊 这样一个产业的逻辑 也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不仅适合这个产业链 还适合你手中的 很多一些股票的走势 是否扭转 好 王将为大家准备的 优质科技产业链 第一位潜力名单 感兴趣朋友 可以通过什么屏幕下方 二维码的方式来领取 广告回来 我们来聊一聊 今天盘中的 学潮股上九方志投 欢迎来到由实战派 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播出的 天生我猜直播节目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 今天苗董收盘的内容 中芯国际闪电过会 证监会发声 支持半导体企业 在科创版的上市 在多重利好的汇聚之下 今天半导体板块 强势领涨4.09% 港股方面 中芯国际大涨5.68% 创出了历史性的新高 上海复旦涨幅 也是达到了8.63% 而A股方面 半导体众多个股 也是抢劲的表现 比如中环股份 制纯科技 节节微电是强势涨停 而南大光电 北方华创等个股的涨幅 也都是超过了7%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 苗董收盘的内容 接下来时间交给大维 好 陈专 其实今天半导体 刺激消息不少 刚才中芯国际的预期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长江存储的 基地项目27正式开工了 包括它的一些研发进度 也是超市场预期的 那么你总体觉得 这个半导体整体有望 起一波中期行情吗 我觉得短期来说 可能在像复制5月份的 那波强势的行情 的概率比较小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是 接下来大家 更多的是关注 超业绩这条线 所以半导体这块 估值这块 我觉得还是一个 短期来说比较牵制 它能够出行情的 一个主要的因素 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说 更多的是消息的刺激 但是高度 我这边认为比较有限吧 好 但是虽然说整体 不一定有行情 那我们知道 现在很多板块都是分化 对 那这个其中 有没有哪一个细分方向 是有可能有机会的 我觉得里面有机会的 应该是 也是叫功率半导体 就是我们说的IGBT 我觉得今天 整个市场的表现 应该就还是不错的 而且我觉得 对于这个板块来说 我觉得有几个 看好的逻辑 可以这边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就第一个 我觉得市场 我们看到这个IGBT 我们大家都知道 功率半导体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 应该说是一个消费国 大概占到了全球的 百分之三十以上的 整个的一个消费量 但是中国确实 应该说没有几家公司 能够排进前十的 好像记忆当中只有一家 一家能够挤进前十的 这个份额 也是我们A股的上市公司 A股的上市公司 排名第八 排名第八 所以说这块 我觉得它的一个 国产化替代的一个空间 是比较大的 另外一个 从需求的角度来说 我们都知道 最近的整个新能源车 它的整个的一个渗透率 是在一个不断地 增加的过程当中 在新能源车当中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零部件 或者说是有核心定价权的部分 一个是电池 它的这个电池的电池这块 另外一块就是电区 电区当中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件 就是功率半导体 那么在新能源车 和传统的燃油车的 这个对比之下 就是单车的这个 这个功率半导体 价值量的比较之下 应该是传统的五倍 所以它的整个的一个 提升的空间 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一方面是 国产替代的一个空间大 另外一方面是下游的 这个需求在增加 好 替代空间有多大 现在像英飞龄 这个三菱电机这种 它们大概在 国内市场的市占率 大概有多少 英飞龄在全球 大概占到了40% 在国内基本上 第一都是被英飞龄 给垄断的 包括这个 还有这个三菱等等 这些基本上就是 欧美的市场 基本上是占到了90%以上 那看来可以替代的空间 还是很大的 而且我听你的意思 好像是重点看好的 因为我们知道 IGBT其实应用在多个领域 包括你拿的手机 包括你家电 有很多都会用的 你重点看好 是跟车 跟新能源车相关的 对 我重点看好的是 就是我们知道 这功率半导体 它分低中高 我觉得是中高压这一块 因为新能源车 它主要是在中高压这一块的 好 那我跟你一起捋一下 我这打出来几只 IGBT相关的股票 大家看一下 这个比如像这一只 杨洁科技 看看这个走势 再比如看节节微电 这是今天涨停的 对 四大半导 这就比刚才那俩强很多 对吧 这个华润威 相对来讲弱一点 对不对 文态科技 最近好像也是不温不火 这几只都是IGBT的 而且是确确实实 基本面相关的 怎么就分化了 给我们点一点 各自有什么样的专长和特例 我觉得四大就很明显 四大是国内 应该说前面主持人说到 这个世界排第八的 这个就是四大 四大是唯一一家排前十的 好 这个刚开个头 我们留个悬念 时间关系 现在我们要进下一个环节了 沈春等一会儿 再跟我们细化聊 下面我们要进入的是 言报优选 想要跟嘉宾交流的 可以扫码屏幕下方 二维码 每天五分钟 看言报优选 学机构思维 大家好 我是苏兆博 在上周的节目中 给大家分享了 外资加仓消费电子板块的投资机会 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盘面中 消费电子的案例A和消费电子的案例B 延续了上周的强势 一个今天涨了4% 而另外一个今天涨了6% 那么在上涨的同时 我们看到外资资金 继续大幅加仓买入 那说明外资对这个板块 依旧是非常的看好 如果还没有领到这份 外资加仓消费电子潜力股名单的朋友 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领取这份外资加仓消费电子潜力股名单 好的 在过去的一周 尤其是周末的消息面是非常众多的 其中有一条消息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那就是有关科技主题的ETF 货批重启 当然在这个消息面的影响下 我们看到今天盘面中 整个科技板块再度活跃 同时也说明科技新国依旧是目前我们市场的一个主基调 从消息面我们看到 6月1号中芯国际科创板上市申请是得到了上交所的受理 而6月19号中芯国际成功过会 从上交所受理以及到过会仅仅用了19天的时间 中芯国际跑出了新速度 而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中芯国际呢 首先中芯国际是世界领先的金盐代工企业之一 也是国内技术领先配套最完善 规模最大的芯片制造企业 在纯金元代工市场中芯国际的市场份额 多年保持在全球第四 中芯国际产能利用率非常高 且面临供不应求的局面 说明行业景气度高 下游需求旺盛 那同时我们也看到港股中芯国际 在突破箱体压力之后呢 在上周也是出现一个连续上涨 不断创出新高的走势 在中芯国际连续创高的同时 也带动了我们整个国内芯片半导体板块的一个强势 我们看到5月5号 中芯国际宣布科创版上市之后 整个半导体板块是出现一波连续的反弹 6月1号 中芯国际上市申请被受理 之后整个半导体板块也是出现一个连续的上涨 6月19号 中芯国际成功过会 我们认为也能带动整个芯片半导体板块迎来第三波的上涨行情 综上所述在今天的节目中也是给大家送出一份中芯国际产业链核心受益股名单 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领取这份中芯国际产业链核心受益股名单 在这份名单中我们是通过了三个维度进行了筛选 首先选择了中芯国际核心供应商16家 其次选择了机构给出了买入评级的8家 最后通过技术层面选择已经开启主升浪行情的3家 而这三家标的在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中芯国际产业链核心受益股名单中 是有一个详细的解读 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领取这份中芯国际产业链核心受益股名单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板块的投资机会 我们该如何去选择呢 来看一支案例标的 那么这支案例标的是中芯国际产业链相关的案例股 那公司为综合的半导体设备厂商龙头 国内第一梯队 公司的主要客户包含了中芯国际 长江储存以及华虹集团等 在2020年第一季度的业绩中 我们看到也是超出了市场预期 手中的订单再创历史新高 那通过对公司的前十大股东的研究 我们发现中间出现了像国家大基金 外资以及国家队的生意 那么说明整个机构对相关品种 也是非常的认可和关注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技术层面 那么很明显这家案例标的呢 是一直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上升趋势线 稳步的上行 那么第一次回踩上升趋势线的同时 我们看到外资有一个明显的加仓 那之后呢是上涨了57% 那么在近期股价再次回到上升趋势线附近 同时我们又看到了外资的一个大幅加仓 所以说我们认为该股的股价啊 也有望开启一个快速向上反攻的行情 好的 那么这只案例标的呢 在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中芯国际产业链 核心受益股名单中是有一个详细的解读 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领取这份中芯国际产业链核心受益股名单 刚才我们聊到IGBT相关的A股标的走势各不相同 沈纯继续来给我们说一说怎么去看待它们的属性 我觉得IGBT前面我们说到的下游 我因为看好的最主要的背景就是新能源车 因为新能源车我们知道去年大概是120万辆 今年可能会在这个基础上提升20%到30% 可能到150万到170万 明年可能还是这样的一个增速 所以大家可以算一笔账 就是这样的一个增速的话 那么对于不管是上游 包括是它的这个中游当中的这个电控当中的零部件来说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需求空间的 这几家公司来说我觉得龙头的公司 今天很明显就是涨停的那一家斯达 因为斯达是一个次行股 从现在来看它主要的这个业务就是做IGBT的这个模块的 它的模块当中 为什么它的这个益价那么高呢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芯片有50%是采购之外 还有50%是自研的 所以它的整个的这个一个产业链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完整 而且因为它有50%的自研的芯片 所以它的相对来说 它的这个成本会比其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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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是这个采购的IGBT的话成本会适当地会低一点 那你像我们所知道的文泰收购的这个安氏半导体 不是好像行业地位也还可以吗 是的 但是他们做的是两样的 一个是叫莫斯管 还有一个是